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早幾個月我拍了一條影片叫做樂觀學堂 分享一下我平時是怎樣保持很正確 怎樣很樂觀、很開心的生活態度 然後那條影片沒有人看的 我自己拍得開心的 覺得分享了一些我平時的方法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參考 或者轉牛角不開心、想不通的時候 也會有用處 所以今天我打算延續這個沒有人看系列 叫做效率學堂 大家會不會經常覺得自己有很多事情想做 有很多事情要做 但時間永遠都不足夠 然後當你想想想自己的時間去哪裡的時候 想不到的 甚至乎你會後悔自己把時間浪費在沒有意義的事情上 所以怎樣有效率去做事、怎樣有效率去安排時間 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以前都是一個dead night fighter 未到最後一刻不會開始做 然後計到自己最快的速度 有什麼事就通了頂 但是當所有的任務越來越多堆積起來的時候 有一天你會爆炸的 所有事情都做不完 那一刻我就醒覺了 我就覺得不可以再是這樣 我要做一個有效率的人 大家都知道我是非常非常忙碌的 又要拍片、又要剪片、又要做事、又要放狗 然後星期六天還要入長洲 然後還要照顧一下我男朋友 要煮飯給我爸爸媽媽吃 這樣一天24小時是不夠的 怎樣可以把它變成一個奇蹟呢 如果你有興趣想知道 我如何由一個dead line fighter 變成現在有效率 可以一天做到十萬八千個task的話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第一句大家聽完都一定會反我眼的 要有效率最重要的就是自律和行動力 是不是反了我眼呢 但是真的非常之重要的 這個道理大家小學都應該明白的 但是怎樣去做到出來呢 我自己有一個非常之重要的要點 就是寄賴床 賴床這件事真的非常之幸福 少鎖一個小時、多鎖一日都不過份的 你會在床上做不到任何有意義的事 擔天望地發呆鬥 看著電話滾來滾去滾到沒有東西滾 Refresh它再滾多次 是不是呢 我都很了解的 但是你會發現拉完床之後 三五七個小時就這樣就過去了 想到都覺得完全沒有效率 所以當你起床的時候 不要只閉大雙眼 要離開床 然後做一件很重要的事 拆牙 拆牙除了清潔之外 其實也是一個心理的作用 例如早上拆完牙 你會覺得一天已經開始了 你就會更加有動力去做事了 沒有那麼容易回到床上睡覺 然後晚上拆牙 就會覺得一天已經結束了 對於減肥是很有作用的 我發現你拆了牙之後 沒有那麼想再吃東西 沒有了這個衝動 所以越早拆牙 你就可以防止自己吃宵夜這個動作 好像又來了看 回到效率那邊 其實你想做到自律這件事 不需要好像軍訓那樣 幾多點做些什麼 但是 又不賴床 又起床 真的下床 已經是一個很好的進步 我自己覺得 因為不可以對自己太賀客 但是 你每一件事做到少少的進步 慢慢地 你個人就會越來越更加自律 越來越有更多的行動力 講起行動力 這件事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發現有很多朋友仔 都會覺得 這件事又想做 那件事又想做 不如一陣子做 晚一點才做 但是有沒有發現 這個晚一點是永遠 有機會這件事 就不了了之 石沉大海 永遠都見不回這件事的出現 所以 行動力 就是當你想到這件事要做 當下是有時間的話 馬上做了它 可能是花你十秒鐘的時間 可能是花你三分鐘的時間 甚至是半個小時的時間 但是 如果你現在不做的話 這件事有機會 永遠都實行不到 或者有時候你想起一件事想做 但是當下的時間不找它 記得要寫下它 或者用電話記下它 不要將事情 只留在你的腦海當中 你的記憶力 是沒有你想像中那麼好 你會突然間 完全不記得這件事 或者你會很久之後 才記起它 這件事已經試過境遷了 所以有什麼想起的 要麼即時做了它 要麼即時記下它 當你有了自律 也有行動力之後 第三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記分心 要怎樣專心去做一件事 都是一個學問來的 現在科技發達 有電腦 有電話 你要的資訊 到處都是 總之個人很容易分心想去看其他東西 專心不到只做一件事 Multitask這件事不是每個人都做到 我自問都搞不定的 如果我剪片的時候 在播放一些影片 播放一些電影 或者看一些Live的話 我會剪得非常之慢 是慢三倍的 所以我要怎樣不分心 有一個非常之有用的方法 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把你的電話 去到沒有雷工那麼遠 眼不見為乾淨 是一個很好的做法 我又不是要你一天不用電話 你做一個Task 都是最多一個多小時 不用電話是不會死的 你都是生存到生活到的 所以 用小一陣電話 趕快做完些事 那你就可以安心玩電話 再之後 有一件事我覺得 對於效率非常之有幫助 有一個很簡單可以做得到的 就是寫下To-Do-List 以前我都會覺得 有些什麼是一定要做 我記得啦 要不要寫下它 全部都在腦海裡 排完次序 沒有問題 但是後來我發現 真真切切地寫下它 或者用電話記下它 寫明了要做些什麼 然後誰的次序 要先排排 還有每一件事 時間大約幾點之前 你一定要做完 是非常之有用 幫助你去做一個時間管理的 我是一個很膚淺的人 當我寫下要做什麼 每一件事做完 再擦掉它 每一件事做完再擦掉它 是一個莫名的成就感 和滿足感的 還有當你寫下時間的時候 不要高顧自己 記住一定要給多些時間自己走盞一下 例如你本身是覺得三個字做完的事 起碼給半個小時 早做完 快點去做下一個任務 或者是休息15分鐘 開心點 好過你打算自己很快做完 誰知做不完 趕著下一個任務 反而是會不開心的 而因為我預留多了時間 所以一日之內 有機會我做完所有的事情 還有時間 我就會將明天最簡單的一件事 你拿過來做 做完之後 你會發現自己 嘩 有一種很能幹 嘩 我今天的事情做完之後 還可以超額完成了明天一件事 你會覺得自己 莫名地滿足 來到不知道第幾個項目 不過都是廢話 要有效率 維持良好的生活習慣 都是很重要的 沒錯 健康的身體 對於你有效率去做事 其實很重要 我以前是藥煲 我經常都說 所以一個月內有三五七天 不是頭暈生氣 就是頭痛胃痛 然後M痛 總之感冒 什麼都出來了 其實不是沒有心做 而是沒有這個體能 沒有這個體力 去做很多事情 心理心理都準備不到自己有效率 所以 後來我發現 養生之後 我個人是很有能力 很有動力 不會經常都想睡覺 不會經常都想休息 覺得躺在這裡沒有動力 那一種 是少了這個情況 所以做事有效率 其實不只是當下用什麼方法去做事 你自己的身心 你自己的健康習慣 都可以很識識相關的 然後最後一個項目 我都覺得很重要 就是你怎樣去保持一個正能量的心 怎樣去正能量 去令到自己有效率 很簡單 當我每天見到自己的to do list 都會覺得mission impossible 水蛇春那麼長 怎樣可以在有限時間之內 做得完所有的事情 但是 關關難過 關關過 是不是很老套 其實一天 怎樣都是24小時 這個是永恆不變的定律 過了今天 明天就每天再來 然後太陽又在東邊升起 所以 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做到多少得多少 歌仔也只有你唱 假使世界不像你預期 總有計劃說不想變化的時候 所以 大家 記住 心是要保持positive 你不要有什麼變化 突然湧過來的時候 就覺得 糟了今天什麼都做不了了 今次死定了 你越是嘻嘻 所有不好的事都會湧過來 只要你會覺得 你來不要緊 我做這件事快點 看看怎樣可以整理 這個schedule 將這件事 究竟它的priority 是高一點還是低一點 將它放到哪一個位 你去好好安排的時候 你會appreciate到自己的能力 你知道 做事是開心的 你做事的時候是 positive的 所有好的事都會慢慢來的 真的不需要擔心 所有事都會有個solution 最重要是你有決心如何擺脫拖延症 不要讓自己有藉口 今天不做這件事 明天都一樣有藉口不做 只要你停滯了一次 你永遠都會找到不同的原因 繼續把它停下去 所以 不要管 什麼都是先做 這樣 所有的事都會變得有效率 我今天已經說了一大堆廢話 是不是很沒用呢 但是呢 的而且確 今年我發現 這些是一些很細微的東西 一些很小的習慣 但是可以把我的productivity 提高了很多 我的效率是高了非常之多 希望今天這條片 可以給到一個迷途小羔羊 如果你覺得自己真的很廢 整天的東西什麼都做不完 做不到 我沒用的了 你會有些brainstorm 沒有理由 每一條片都拿東西說很好用的 如果你喜歡的話也可以的 但是我後面有很多的產品 隨便拿一支 我都可以說到他們的優點 好啦 那今天就來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影片的話 雖然都沒有什麼人看的了 但是我拍得開心 大家記得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 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就三點 和星期日就十二點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找個星期三點 都不能經過 跟上路 和星期三點 г